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尤其是做直播 很喜歡看 洗澡也要看 可以這樣 玩具TV 或是Walker 現在開機的是Walker 今次 都不需要多介紹 我們拓賴 大會成腰 我們現在來到海洋公園 看看大河園幫男先生展 有些什麼看 今天是3月31日 老師應該已經來香港 以及已經下降了 所以現在大家進來 如果給了4塊幾水 會看到什麼 外面會走過一段 比較長的外園 其實本身會零零零零零零零 就是這次大家要介紹的重點 大河園幫男 50周年展 入門 第一件事見到的 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而有極出名的畫家 作家 或者監督 學一學大河園老師 入行50周年的原畫 因為外面大家在試喇叭 那我想不如我來插一插這個 你拿著那個耳機來講 這樣會好一點點 不好意思 基本上這裡有14幅的原畫 我相信其實如果大家眼淚的話 都知道哪一幅 是哪一個作家 畫家 甚至是動畫製作家的手筆 比較異形的就是Katoki的風格 然後呢 我們自己認得到的 就是安然良和 安然良和畫的大河園幫男 好兇啊 他的樣子 而且你竟然可以看到高橋良父老師的親筆 是的 他也要嘗試去畫一個裝甲騎兵的 一個好像金屬的bra 那樣的東西 好了 那我們直接殺進去 好 好了 其實看到本身用一個比較深色的DECO 好了 其實也有一些文或印 會看到一些大家耳熟能長的角色 來到這裡 第一個和大家迎接的角色就是 魔動王 嘩 好高 這隻公仔做得多漂亮 是不錯 這個有姿勢的 是 有 有 側見會有一些DESCRIPTION 那我們 不要停留太久了 沒錯 我們快殺 另外你會看到我們的左邊 就是大家看到今次海洋公園的 叫做 最突出的原畫 另外也有大學園波南先生 中日對照的一些簡介 還有你會看到其實先生在這五十年 就著他的創作路線 還有作品 究竟有哪一堆呢 亦都可以在這裏很詳細地和大家介紹 現在來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雖然那時候我未出生 就是這個 竟然叫做科學小飛俠 是不是 神勇飛英俠 不是 雖然我是不認識 但我也知道神勇飛英俠是什麼 我看到有很多老師的原設 以及一些原稿 在這裏 我真的很佩服 我驚嘆這些東西 為何可以維持到幾十年 真是五十年 現在說的是五十年前的東西 還有看來好像一些原筆稿 對 應該有些是Marker 有些是原筆稿 是SIPAN 這個就是大猿波南先生 在龍之寺的第一個作業 也看到本身就著 這個鳳凰浩的一些原設 和一些原稿 都非常精彩 那時候 其實 說少少的秘聞 就是 為何大學院波南 他本身不是科辦出身 他不是做動畫的 但是 是因為他想找工作 近他老婆的公司 厲害 是啊 但是其實他所謂近一點 對我來說 基本上都是那個area 其實是他自己的家 跟著他以前的工作 都是差不多那個area 但是他就是因為 想陪多些他老婆 就看到這間龍之寺請人 他就說 這些都是畫的 就是這樣開始的 很神奇 這個補員是非常之正的 現在看的就是 太空小吳2的哥頓 你看到本身就著設計 和一些內購 當時 其實老師 這一個 我自己覺得 是非常之破格的主角機械人 你有沒有見過 一個被帶有肚腩的 機械人做主角 對於我來說 就是 Gordon 差不多是一個 真實系機械人的始祖 一來他的外形 就不是美形 二來他用了一種 藍底紅色 比較貼近一些 你對重機械那種觀感的記憶 所以對於我來說 雖然我經常說 我自己只是追真實系 但他是屬於我心目中的真實系 其中一個 甚至是第一個 我猜不到他竟然會放 Post Plus的Gordon 在這裏 是啊 這些畫 看看 這些畫是真跡來的 看上去像水彩稿 像是真跡 如果不是真跡 因為我現在拿著電話 我免得紅的買 你可以照顧什麼 我看上去就應該是真跡 但是是新近翻畫 當然是當年畫的 我就不太確定了 其實當時特別是這個 小雙俠系列 他有很多很出奇 創意非常強勁的作品 所以在我們現在拍的 就真的在說 什麼叫時間飛船系列 我聽過幻影時光 雖然當時我未出生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中文譯名 那麼天馬黑胸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都是那句 你找一找我們 即是問一問那些 即是香港地道一點的譯名 我們是非常之歡迎 免費去提供資料的 希望有關方面 下次不用害羞的 你患一下我們的老餅 趁我們再生 哈哈哈哈 免得遲些失傳 當然剛剛投資完 都是繼續這個 幻影時光系列 一些非常出色的機設 那麼旁邊 就到了一個 真是老年 這麼巨型的紅瑞星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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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沒有5米 我先站過去 3米 好 大家看完大概知道 比例是多大 因為德國站得前 其實應該有3米 3米 好 3、4米 好 接著 我自己覺得的 重中之重 Mobilist Gundam 這些畫 看上去好像是原稿 先充滿一些 此原稿 不過也有機會是複製原畫 如果是複製的話 就複製得很漂亮 這裏是Gunboy 這裏真的要拍一拍 其實是有出過玩具的 我小時候也有過一隻 大概3、4吋高的 是當年梅花廠出的 真的是Gunboy 不是Gunboy 但樣子是這個樣子 是很貼近這個樣子 無緣無故有些紅色的件 我想說 那個渣古是有出過產品的 是嗎 就是這個5毫子樓的膠公仔 它是出這個造型 拿著這支槍 這個沒辦法 這個好像70年代香港做的鐵皮玩具 根本就是 鐵皮玩具風 這個反而就是 後來Gundam Origin 用回的鋁製彈炮設計 這些就叫重炮兵型 原來之前是有這樣的設定 三體之變形合體案 是三體變形的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哪三體 其實它是脫装甲的感覺 嘩 這個值得介紹一下 White Base的草圖 變成Green Base 還有FF 對 為什麼FF 你不要太多FF F Federal Force 嘩 上面那個核戰機才正 嘩 嘩 真的很早期 這個真的要一陣子拍下 這些應該都是 複製原畫 複製原畫 但是很漂亮的複製原畫 是 很大張 下面那張核戰機也正 舒直揭載 如果大家有買開 大學員老師的畫質 應該看到下面那張核戰機 因為這幅畫的尺寸 大概是 A1 很大張 要來看看 是 未見過這麼大的印刷品 它是很漂亮的複製原畫 我們向後面看一看 G7 無敵機械人 G7 Trader 無敵機械人 有很多設計原稿 我相信應該是 複製品 但是很漂亮的複製品 還有複製原畫 複製原畫 很大張 熟口熟名的DVD box set的封面 最近這一張 那個人都是老師說的 我比較少見他 描繪人物 應該是 應該是 我不質疑 有時候會是兩個人 分開畫的 我見過一些畫 人物的時候 給人設施畫 沒錯 接著就是大家都已經 玩到很難的 赤裸金雲 在我心目中 G7的赤裸金雲 可能是最好的 有易變 每次拿上手 你又變得到 不用拿出來 外形 海洞性 玩具香 對 非常好的玩具 未買的 現在價錢還是很漂亮 你都看到一些 基本的變形機構 其實在大學院老師的草稿 已經很清晰地表達出來 好 我們再看看 這邊還是高達 類似是FINAL的 MSV也有 你見 其實我們正在拍攝的 都是MSV 有些作業用的渣鼓 高機動型的渣鼓 老虎原型機 DOM的原型機 飛行線型 甚至是SYCHO Mule 渣鼓Z3號機 都是有的 即是我們現在的ROMO1 掠到鏡血那些 是的 這個曾經是我的Dream Dream 這個真的要拍攝多兩樣 一比72當年出的模型 而那個Modeller 聽說就是用一碗牛肉麵 就可以收買到的人 這個曾幾何時 我小時候 在尖沙咀 可能是海運中心的 某間玩具店 是Display了一個完成品出來的 我重複這兩件作品的Modeller 他的人工 平時是被這個導演 壓制到一本羊肉麵就搞定 是我們認識的 羊肉麵模型專家 是他砌的 是他砌的 所以其實都是那一句 這些就很厲害 他砌得很漂亮 這個 很乾淨很工整 還要用七日時間砌兩隻 嘩 之後他會不會拿回 我猜賣斷吧 我想要 好 這個我們之後再問 好 剛剛看到我們 不是我們 我自己來講 很喜歡一個作品 不過我看到的是這個三冠王 而不是這個逆鑽王 嘩 詳細情形 我都不太清楚 他就有少少文字架 看到 逆鑽王和三冠王都在 不過用同一格去表達 沒錯 混在一起 是 好 我們可能要快一點 因為 外面 其實重點應該是 嘩 嘩 嘩 搞不定 已經高一點 這個是真真正正的 一比一 的 你會看到 本身是非常有魄力的 擺出來的 是 他用了一些 鋼鐵來做 是 那個火花 是 這個真是不錯 看到本身 如果大家有追開的 即是Chiroco 用這一部 機 那時候 不好意思 被人挖歪了肩膀 那個 喜劇效果 我覺得是真是不錯的 這個 一比一的 莊惠劇兵 有幾隻 現在有一隻 在道成 即是老師的 伴陸家鄉 那隻 如果你現在 日本人說不妨去看 因為這幾天 櫻花盛開 可能還可以多開兩三天 是 很漂亮的 這隻 有 有 護士兵的配件 還有 它是有舊化的 還有 有擺姿勢 道成那隻 就是這樣 另外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裝甲騎兵的一些 原畫 還有 我自己覺得 暫時 史上出得最漂亮的 Sculptok V-Zero 那隻1比12 沒錯 可惜 這隻只出了幾隻 就沒有錯出了 那 大家如果喜歡 Sculptok 或是喜歡 裝甲騎兵 留意 3-Zero 接下來會出一隻野狗 1比35 真的有 已經放在這裡 對 嘩 不是 1比24 對 更好 1比24 更容易 1比24 更好 因為1比35 已經有模型 反而1比24 比較少 原來是1比24 似乎這個 Prototype 已經很漂亮 寫的 好像不是介紹 沒有 我們吞後 拍照上面 大學院老師的畫作 很漂亮 我剛剛來的時候 也跟阿德哥說 我小時候 未必懂得欣賞他的畫 覺得他有時候 透視會走樣 但現在 更加 覺得他 當時走得很前 一來 他的光暗 顏色 舊化 很大膽 二來 他很夠力量 剛剛掃完 我們聊天的時候 看到最強的機械 大王者的原稿 變形 設計 另外 側巾 我個人很喜歡的一套作品 太陽之衙 達格拉姆 其實我承認這個 是可以的 因為我習慣達古拉姆 但我喜歡鬥君 我喜歡鬥君 這個名字更好 太型了 鬥君 而且他真的符合整套東西的情境 下面這一張 這張我很少見 這張我未見過 真的 你會見到額頭的一個標誌 挺特別的 而且旁邊是寫著太陽之衙 對 都是寫著Dogran 因為坊間 我以前聽過一個傳聞 就說太陽之衙 是先有機設後有故事的 即是說 一邊有谷橋老師寫了故事 另外一邊 其實這些機設大學院 就已經準備了在這裏 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用 我們拍高一點 這個也值得看一看 但我越看 就越覺得這個傳言 的可信性可能是可以質疑 因為他很多原告 已經寫著太陽之衙的名字 另外我相信 如果大家喜歡Dogran 有很多主力的機體 例如蠢材 烏鷹頭 Brushman 還有我自己喜歡的Iron Foot 我也是最喜歡他 最壞沒有Big Foot 其實我都很喜歡Big Foot 我也是最喜歡Iron Foot 他的軍事感很重 還有最經典的這一幕 是 Opening 亦是Ending 這個首尾呼應 非常棒 即是七十多集之後 告訴你為什麼他會坐在這裏 好 接著就到了戰鬥機械 這邊是超力機械 這邊是 如果大家當年有玩那個模型 其實都會很有印象 他有很多很精彩的可變 即是Q版變這個 九頭新機械人 這個就真是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 誰可以玩到 即是魔動王 因為那時候來說 其實現在也是 動畫最重要是 過到玩具公司的那一關 就是一定要覺得 那件玩具器 會有人買的 那個動畫才可以 有綠燈去行 這個也是看得出 其實是一個 玩具行先的概念 還要是這個 老少咸宜 很遺憾 本身 我以為會比較多一點 蝙蝠會介紹 這個戰鬥機械 這個 叫什麼 薩芬格爾 我也是第一次聽這個譯名 我通常喜歡沙崩高 對 薩芬高 其實我覺得日本人 多數都很喜歡這套動畫 但是老師自己 我看過某些訪問 就覺得他其實 就不是保持了一個 好的回憶 因為當時他設計 這個主角機械人的時候 他不是有太多資訊 他不知道這個故事 會是這樣的 所以最後就發現 我設計的機械人 和出於設計的配角 好像格格不入 或者和故事好像格格不入 我就見過他在訪問上 說過 如果他知道 有多些資料的話 他未必會這樣設計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展示 不是太多 Walker Machine的展品 其實可以理解 關不關 湖村有臉事 不知道 我又沒有聽過他們 說不對 你又在散播新的謠言 聞一下而已 到銀河漂流 連中文名字都免得翻譯 我告訴你 華爾芬 我接觸的名字 是銀河漂流華爾芬 我接觸的名字 我接觸的名字 是萬洲名字 下面也有 Robot 1 上面也有 原來有Q版畫過 原來老師 這麼有趣 還有是 Final Shoot的造型 很厲害 很離譜 用CPU做配景 這個真的厲害 蒼流星 力士拿 他叫雷之立 不好意思 我跟回自己叫的名字 後面這個大圖 這個是什麼字 是死鬼隊 死鬼隊 金色那部機 還有後期的變得型 重點是什麼 這個是沒有在動畫出過 其實他在哪裡出的 其實原案是有Mark 2 但是因為這套東西 不要介意 不是太受歡迎 腰斬了 就是人切變成人 對 變得好像北斗之拳 所以另外你見到 本身一些原稿 原設都沒有Mark 2 反而在這個線稿 單高頭你會看到 我相信可能高達 他都分開了所有不同的area 因為本身其實高達 特別是機械設計 他都有很多個不同的設計師 所以變成這裡都會著眼 由老師設計的機體 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SETA和Double SETA 應該他就比較少 有份 不過有份 其實V Gundam也是 不過主要是一些敵對角色 我這樣說 來到這裡 其實真的反而 多一點老師有參與的 就是F91 其實這裡沒有特別說到F90的時候 那些A至Z的初期設定 都非常精彩 我想這裡是不夠掛的 太多了 終於到勇者系列了 Kaiser 我自己 是啊 好 然後轉過來 85年的作品 看到本身有很多老師 初初的原稿 當然了 其實就著一些主要的角色 例如高渣古 高達Mk II 都會由老師經手 後來是否永野戶改過 有幾個派對 藤田一幾 永野戶開始 Z高達 暫落頭角 也有不少其他設計師 有參與這個項目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先回來 是的 太陽勇者 看到本身一些監修用的畫稿 其實每一幅都有 很有大學院老師的風格 以及接下來 有很多的勇者系列 都會推出產品 好 剛剛看完這個太陽勇者 我們現在回來 這個高達的世界 W 是外國的觀眾 例如美國 歐洲 他們接觸的第一套高達 通常都是Gundam Ring 還有 真的比較美型的少年 所以就著 無論在日本或全世界都好 受歡迎程度都很高 亦都見到很多一些 原稿 以及一些初期的設定 看到本身 特別是Wing Gundam 或者Wing Zero 都有很多決定稿 是標示出來的 大家見到現在就有IPON IPON本身就著變形機構 亦都有很清晰的表達 好 看一看外面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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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ified 豐起運動拳 我真的很欣賞這個中文譯名 豐起運動拳 到了這個勇者系列的高峰 勇者王 郊佳賈 亦都零零細細會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 立體 我想差不多都有接近兩米高的 立長 反而不放Po Plus 我想習近平的變形系統比較跟觸 Po Plus Plus有更多改動 後面就精彩了 反而是一些就著Gao Geiger的設定 會見到其實和大家現在看到的交戒價 其實也有多大的出入 特別是一個瘦猛猛的交戒價 原來原早的設定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 本身都已經是鎮的了 現在已經是鎮 下面的表達方法完全不同 從大家看到大張式那種強勁奔流的肌肉感 真是大雙敬庭 我想到大學院交稿的時候 然後有高峰樓庫說 差不多了 幫我增肥他 麻煩你 明早給我 他就直接拉下去 是 好了 到另外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corner 小雙盒 幻影時光系列 看到這裏有一堆Tacolor當年出的產品 那有錢 另外上面也有一些很精彩的彩色原稿 你問我個人來說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大學院老師 當時在這個小雙盒裏面的設定 因為真的會見到那種創意等等 是沒得頂的 小雙盒 其實後來是否又再播過一次 在香港 印象中是又不停地重播 這些路路 但是是非常之精彩的 哇 好東西 喂 變形高達 大哥 你寫回SD 不是那麼辛苦 我再重新多次 我們的資料提供是免費的 如果有興趣搞這些活動的相反 你找我們 我們的資訊是免費的 看到很多很有趣 其實大家如果當時有玩過卡遊戲 都會認得這些插圖 我最有印象是這個 為什麼呢 可愛 和我自己喜歡這個渣古的造型 顏色都蠻漂亮的 是的 我覺得他畫這個SD 挺適合我口味 用的色彩和風格都蠻好 然後這個鐵枝滑星 很坦白說 如果說整個會場來說 我最不熟悉的就是這個TV番組 鐵枝滑星 香港印象中就沒有了 所以只有日本有 但是你會看到 它每一個機設都大部分是可變的 即是由這個類似 Machine Mode 轉做Robot Mode 本身這裡都會看到 它一些很有趣 或者相對性比較簡單的變形機構 嗯 我看它其實機設都很棒 尤其是現在上面頂頂的藍色 即是我不熟悉 這個鐵枝滑星 始終香港沒有正式播放過 但是我看機設都很棒 可以直接機械人變成 車型態 還坐兩斤上去都可以 原來我看回側根那些中文字的解釋 主創人員需要確定開拍在職 然而卻因當時的國際形勢 該製作在2001年11月無奈終止 嘩 這些才是正的 原來有這麼精彩的設定 好了 接著來到 竟然會見到這個Gunpla Builders的設定 嘩 這個正的 這個其實算是挺新穎的 而且主打的市場 不是好像我們這些中坑 你欠而已 你也是青少年 先說回 其實差遠一點 接下來也會有三集 一套新的高達創戰者的系列 會放在YouTube播放的 我相信主要都會針對一些無形市場 以及可能會交代第一代的 Gunpla Builders的去向 希望這一套 會給高潮所有喜歡高達的人士 阿德哥是不是也有追開 這套全部看完 現在剛剛也看到這個 Gundam Try的一些設定 其實你問我整套 最吸引的機械人是誰呢 這是誰呢 為什麼呢 嘩 大哥 你有看到這個 這個 深型流的奧爾 就會看到這一套 癡癡的 Double Setter 加上泰坦3的混合體 泰倫3 那個出場 以及他的表達 真的沒得頂 這個那時候出其實是很轟動 大家都呆了 為什麼他有獅子在高達上 好了 來到這裡 我相信也不需要多介紹 本身你看到這一套 我想真的有3米高的 Strike Freedom 不要叫強擊高達 我真的搞你不行 我 回來 我想看到這一套 總之也不要叫強擊 那句 壞蛋 這個不要剪 是 這樣的人 咦 壞了的人 壞了 我已經壞了 Seed 和Seed Destiny 都是一個展館 看到本身就著一些線稿 你也會看到主要的MS 創成就在這裏 本身其實我相信 每一部機器都有不少的一些前設稿 但今次放在這裏 全部都是決定稿 這些決定稿 其實有多少是大學院老師親手畫的呢 我相信全部都是 是嗎 他們會不會有團隊幫忙 你看得出是他的風格 應該又不會走得 可能會有人幫忙參與 但最後的決定稿 我想要親手畫 另外看到這一幅 如果大家有草開限定模型 都會很熟悉的 MASTER GRAY 強襲自由 我立即要單一單 很難搞 看到這個突擊自由的封面 也是當時在日本大學院波南展的會場限定 繼續來到這個Gundam Build Divers 也有很多我自己很喜歡的設定 也有很劃時代 加上這個大張感覺的表達方法 整件事完全不同了 這套高達創戰潛行者 我未看過 很新的 大概是說什麼呢 其實都會是剛才類似Gundam Build Divers 不過本身他會用了一個 你當是 套著頭罩 去到另一個世界 那種虛擬網絡 戰略遊戲 原宇宙的朋友 Exactly OK 但是他的機設 其實都是 用了很大量 都是用以前的機設 再改 你看得出一些影子 在這裡 基本上所有這個Gundam Build 系列都會用這個方法 方便Bandau生產商 我們先進時間 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文 就是真是緣話 這次是真跡 上面寫著Wandau生產 把全方借出緣話首都 香港戰立首都展出 厲害 很大張 1 2 3 4 5 6 是由6張大的畫紙組成的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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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又B2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character都在寨道 沒錯 我很喜歡 那個未來警察的兵士 哈哈哈哈 為什麼沒有未來警察 好了來到 上海展裏面的原畫 也有放在這裡 然後來到這裡 就真是大家未見過的東西 有這個機甲 男精靈 嘩 這個堅抽 這個是大學院先生 他被邀請參與第六十五屆的 這個藍精靈的紀念 沒道 厲害 所以就為了藍精靈 去做一些機械人的 這個是我一個感覺 為什麼 因為當年我對藍精靈 是很有 很有痕的 為什麼 我很憎恨 為什麼這麼憎恨 沒有機械人 我只喜歡看機械人的 現在就是有 所以這個就是把我當年 最憎恨的東西 和最喜歡的東西 拼壞在一起 啊 咦 那就完結了你的遺憾 是啊 這個是動畫的 Hell and Heaven 我突然想起 混在一起就是 雷尼牛丸 哈哈 好了 來到這裏 就會見到一些 大家比較新的一種感覺 就是 山海經的機甲系列 那 本身有三個character 你會在這裏見到 九尾湖竹龍和 迎天 如果大家有看 顧天樂那一套 都知道 山海經裡面有什麼奇珍異獸 你會在這裏看到 這裏也展出了 九尾湖的模型 我想這個也有兩米多高 這個也很大 是 來到我最喜歡的 God Gundam 這真是為香港站 重新繪製的God 好 接著就是一些 大學院老師的手工藝品 外媒會在Twitter或Facebook 會放的 是的 我也是 很有趣的 大學院現在是住在道成 我知道它有一個工場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開放向給外人參觀 我想它有很多機器去做這些 這些照片我見過 但我第一次看到 台燈 有幾個 反而我很喜歡老師這些的創作 這邊還有一點 高達的兵器的變咒 太空母艦的炮塔的變咒 有Wattoms 還有這個 Hot Disc DVD內盒 哇 這盒好 真的Wattoms 真的 沒有什麼印象 這個 很可憐 這個很有趣 會場裡面還有一個 播映室 還有一個 工作間的 其實我們剛才走過了這個放映區 一來到就差不多 到尾聲就會看到這個 Scoop Dog vs 這個 Blood Sucker 的一個 明畫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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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後面 你會看到這個 渣骨頭的 長 是 是 是 把中間的紅渣 做一個 懶人 是啊 沒錯 有些不同的 閃得下跪 不錯的打卡位 來的 好了 來到故事的尾聲 就是 付錢了 那 究竟有什麼需要課金呢 會見到 這個 Carrana Sang Lab 50周年展的短袖衣服 550元 也有很多 大學元邦男展的 現場限定 包括這個 PINCE 以及這個 Sticker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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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元 貼紙 FM FM OK 五兜 另外 一些時購 買個WATOM 好 接著 我們可以馬上飛走 不需要再看下去 反而這兩件三百多元的衣服都不錯 好 繼續看 當然 無形它是有的 但坦白說 不需要花任何時間 你們要花的就是 50周年展的一些PREMIUM 例如 現在看到 我想說是太陽檔還是毛巾 WALKER 毛巾 索漢的毛巾 我會見到 SCOB DOG 以及 GUNDAM 另外 全場重點 這個 Almond 應該已經有不少 不過現在 不是說 Almond 已經有不少 會場 200套限定的浮雕指陣 就有三個出名的角色 SCOB DOG 這個小雙狗 以及 當然走不走的就是 高達 在找到價錢 在哪裏 暫時 還沒見到價錢 200套限量 400套限量 沒有價錢 到這個 Almond 家裏 有一堆 萬希全 今次 會Cross Over 大學員老師 亂說 那些人真的要我有 不是 你真的有 今次用了 GUNDAM 以及小雙狗的造型 來出這兩隻 42,800元的 陀飛輪 除了正還是正 我有空會問 Almond 借來帶 衝一下 場面 好啦 沒錯 你會見到 這次另外 五十週年展 竟然有四款 非常之 過癮的 滑板 版賣 我自己反而 喜歡核戰機 以及上面 那個 五十週年展 那個 白色版 你竟然不是 喜歡核戰機 不是 但這個 用這麼窄的方法 表達其實是一般的 但他剛剛好拍到頭 對 好帥 1300元 OK的 價錢OK 不貴 沒有錯 咦 這個也有趣 200套 紫雕 一月一月自己撕的 對 這個好 這個好 對 對 對 買 展覽來說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看了很多展覽 這個展覽的紀念品 很有黑 很有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 就這樣引落 華保袋 T恤 阿加利加納牌 就完 但這個 展覽的紀念品 是很有趣的 好 差不多要霸佔一個漂亮的位置 拍一拍大學院老師的介紹 好 我們暫時 這段 暫時是未完 不過 稍後見